整件事就很震驚了 因為一向都知道他之前在英國 但其實都沒有見面 或者其實都不太清楚他的行政面 換句話說其實他來英國都比較低調 或者其實都希望 不要因為自己在英國的生活 會引到在獄中的李卓人 他這次回來後一見報就是 就是突然間這個大公報和國安警聯手合作 好像炮製一出電視劇這樣的一個情況 第一個感覺當然反而我會覺得 咦 為什麼這次又來出這個大公報和國安警 攜手合作的一個連續劇在那裡 然後目標是一個剛剛探員間的一個囚犯的家屬 這是第一件事 當然第二件事就有很多令人很網不著頭的地方 譬如其實是不是根本整件事 純粹是國安公署或國安警察 為了要交工房 為了要聘業職 於是就高照透過大公報報道 來指示 可能是給李家超 或者甚至給北京政府看 就是說自己有工作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這個是不是都代表到 就算有些人 就算讓他順利可能離境 但是回香港那時候就用一種這樣的形式去到有報 那我想整個做法 我都會覺得其實整個國安公署 為了要跑數 就是什麼爛爪招 或者無所不限的部分都會用得出 當然因為我是創黨時候第一件職位 所以其實相對我對人哥的印象比較深合 因為真的每個月都會開這個職位會 那人哥就試過有一兩次可能是我們自己當作職位的時候都會見到他 那我個人就跟人哥其實就不是很熟的 但是都知道其實在不知道去年還是前年 其實剛剛人哥被捕的時候 其實大公報都有一種 都曾經做過一個差不多一種狗仔式 就是一種貼身的追蹤報道 他在私生活 去哪裡 見什麼人 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這裏都想說一件事就是 有些人當然會覺得他回香港是不是鬆頭 或者甚至可能是會不會是心存挑釁 但是實際上我也有聽聞就是因為人哥在獄中 可能他有一些狀況意外 弄傷都已經不中 那也都是作為妻子 也都是愛夫心切 那回香港探望他的先生也是一個人之常情的做法 那所以我覺得整件事的重點 就不是去針對為什麼人哥會回香港這個決定 而反而就是為什麼國安公署和大公報 他們聯手炮製一出的一個連續劇 其實出來的效果就會覺得 只不過是為了要交數而做一個這麼高的行動 我認為這個就要靠國安警 他能不能夠搜集一些相關充分和合理證據 去落這個檢控 那如果你說我叫外國勢力 那我以往去外國開國會議都勾結外國勢力 如果我是以往去台灣看總統大選 勾結這個台獨勢力 如果我舊的公司 我以前做的部門也都有一些外國同事是主任 那我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勾結外國勢力 那所以這些勾結外國勢力 其實是荒天下之大謀的指控 亦都是一種 我想如果你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但勾結外國勢力 真是簡直是把一國兩制蓋上幾巴掌